OdioJungle 接受中评社专访时表示,蔡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,却承认九二历史事实,已让台湾独派很不满意,这些压力恐怕会持续累积,并回到蔡英文身上。 翁明璋,1965年生,台南人,台湾成功大学工业管理学士,中兴法商学院经济学硕士,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学博士,台湾高雄大学应用经济系副教授,2014年3月力挺太阳花学运,反对两岸服貌协议。 对于当前两岸关系,翁明璋认为,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,大陆底线不变,导致蔡当局在两岸关系上能做的事情不多,蔡当局不承认九二共识,却承认九二历史事实,已让台湾独派很不满意,这些压力恐怕会持续累积,并回到蔡英文身上。 针对蔡英文一再重申的维持现状,翁明璋进一步表示,现状一直在改变,如果民进党过于激进,台湾百姓也会在四年后做出选择,台湾蓝绿两党为了执政,其实也不敢贸然高喊台独或者统一。 翁明璋表示,加入区域经济组织,一直是台湾地区的目标,但政治现实却不是台湾想加入就能加入,现在能够生存下来的台湾企业都具有一定优势,我们知道企业不能完全党赖自由关税优惠,台湾企业必须思考不能再打价格战,这是危机却也是唯一的转机。 翁明璋说,关税互利贸易,原本是件好事,很多厂商却利用关税优惠大打价格战以拿下市场,台湾应抛开价格战思维,努力以质量取胜,才是台湾现有的挑战。 原标题,台教授蔡英文承认九二历史事实让台独很不满。